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 全收此书 凡七十亿人 其七十人与此本相同 又东郭先生一人 此本无 而预览 有 何之得七十亿人 与李时所言之数 仅一起一而 盖 预览 久无善本 传客偶托也 此外 子周之父 十户之农 小陈记 商荣 荣起奇 长举 杰逆 何游藏人 汉阴藏人 严触十人 皆 御览 索影姬康 高士传 之文 敏共 王霸 颜光 梁红 台同 韩康 矫盛 法真 汉兵老妇 庞宫十人 则 御览 索影 后汉书 之文 为 批一 老丹 根桑楚 灵类 老伤士 庄周六人 为 御览 此不所谓载 当由后人杂取 御览 又烧直他书 复义之耳 考 读书至 义座九十六人 而 书录解题 称 经字 批一至管宁为八十七人 试诵时已有二本 窜乱非其旧已 流传记久 未敢轻为山霄 燃其非七十二人之旧 则不可以不知也 姐妹计划 姐妹计划 百科 图测分类 数据像 参见 高士传 四库全书本 目录 一序 二卷上 2.1 贝一 2.2 王尼 2.3 涅缺 2.4 朝妇 2.5 许游 2.6 善卷 2.7 子周之妇 2.8 攘妇 2.9 十户之农 2.10 仆依子 2.11 批求公 2.12 江上杖人 2.13 小陈记 2.14 贤高 2.15 商荣 2.16 老子李儿 2.17 根桑处 2.18 老来子 2.190 类 2.20 荣起棋 2.21 何馈 2.22 长举 节逆 2.23 十门首 2.24 和小丈人 2.25 路通 2.26 陈餐 2.27 盐回 2.28 圆线 3 卷中 3.1 汉英 丈人 3.2 胡秋子林 3.3 老商市 3.4 列玉寇 3.5 庄周 3.6 段干母 3.7 东郭顺子 3.8 宫仪前 3.9 王斗 3.10 严处 3.11 前楼先生 3.12 陈仲子 3.13 于父 3.14 安琪生 3.15 和尚 丈人 3.16 乐陈宫 3.17 盖宫 3.18 四号 3.19 黄石宫 3.20 鲁二 珍世 3.21 田和 3.22 王生 3.23 智俊 3.24 韩福 3.25 陈宫 3.26 安琪旺之 3.27 宋圣之 3.28 张众位 3.29 严尊 3.30 彭尘老妇 3.31 韩顺 3.32 郑浦 3.33 李鸿 3.34 向长 3.35 敏共 4 卷下 4.1 王霸 4.2 炎光 4.3 牛牢 4.4 东海影者 4.5 梁红 4.6 高辉 4.7 台铜 4.8 韩康 4.9 丘兴 4.10 角圣 4.11 任堂 4.12 智询 4.13 法针 4.14 汉兵老妇 4.15 徐智 4.16 夏妇 4.17 郭太 4.18 深图盘 4.19 圆红 4.20 江宫 4.21 管宁 4.22 郑弦 4.23 任安 4.24 旁宫 4.25 江崎 4.26 巡警 4.27 胡昭 4.28 郊仙 4.28 郊仙 4.29 许 4.29 孔子称举一名 天下之名归心焉 5.29 红衙 4.29 仙深创高道于上皇之代 4.29 许由善卷部降节于唐渝之朝 4.29 事以亦有数博之意 5.29 里有玄勋之志 5.29 诗人发白居之歌 5.29 春秋显子赃之节 5.29 明堂月令以继春明是 5.29 李贤者 5.29 然则 5.29 高让之 6.29 王震所先 6.29 立着鸡汤之物也 6.29 史般之载 6.29 多索却略 7.29 梁红宋一名 7.29 苏顺科高逝 7.29 获露曲节 7.29 杂而不纯 7.29 又进取秦汉 7.29 又进取秦汉 8.29 又进取秦汉 8.29 又进取秦汉 8.29 不及远古夫斯 8.29 人由爱奇数 8.29 旷称其德而赞其世 8.29 密采古今八代之事 9.29 身不屈于王宫 9.29 名不好于忠使 9.29 自姚智慧 9.29 反久时于人 9.29 虽直节若已其 9.29 去就若两宫 9.29 皆不禄也 9.29 卷上 9.29 被依 9.29 被依者 9.29 摇食人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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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虚游 9.31 虚游 被一大悦,行歌而去之, 曰,行若睾孩,心若死灰, 真其实之不已故, 自持眉眉惠惠,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亡霓 亡霓者,摇石贤人也, 师被一。 涅却又学于亡霓,问道焉。 涅却曰,子之物之所是乎。 曰,无恶乎之之。 子之子之所不知邪, 曰,无恶乎之之。 然则,无恶乎之之。 曰,无恶乎之之。 虽然,常事以。 庸俱之无所谓之之非不知邪。 庸俱之无所谓不知之非之邪。 且无常事问忽辱, 明师请则邀及偏死, 游然忽哉。 目处则坠立寻聚, 原侯然忽哉。 三者熟之正处。 明时除患, 君露食箭, 亲且甘待, 吃鸭其鼠, 四者熟之正位。 原片居以为词, 谜语露交, 游语于游。 毛强利机, 人之所美也。 鱼剑之深入, 鸟剑之高飞, 麋鹿剑之绝咒, 四者熟之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观之, 仁义之端, 是非之徒, 凡然小乱, 无恶能知其变。 聂缺曰, 子不知厉害, 则致人故不知厉害乎, 王尼曰, 致人神矣。 大则焚而不能热, 和汉护而不能寒, 急雷破山峰正海而不能惊, 若染者, 沉云气, 其约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 死生无便于乙, 而旷利害之端乎。 聂缺, 聂缺者, 摇石人也。 许游诗是聂缺, 摇问于游曰, 聂缺可以配天乎。 无既亡你已要知。 许游曰, 待哉, 几乎天下。 聂缺之为人也, 聪明睿之, 给树以明, 其信过人, 而又乃以人受天。 彼神乎尽过, 而不知过之所由生, 与之配天乎。 彼且成人而无天。 方且本身而易行, 方且尊之而火持。 方且未叙使, 方且未误害, 方且四顾而误应, 方且应众疑, 方且与误化而未使有痕, 夫和族以配天乎。 朝复 朝复者, 摇石引人也。 山居不迎势利, 年老以数为朝, 而请其上, 故时仁号曰朝复。 摇之让许游也, 游以告朝复, 朝复曰, 如何不隐如行, 藏如光, 若非无有也, 及其婴儿下之, 游怅然不自得。 乃过清灵之水, 喜其耳, 是其目, 曰, 向闻贪言, 父无知有意, 遂去, 终生不相见。 许游。 许游, 自武众, 扬成怀里人也。 为人俱义旅方, 邪习不作, 邪善不识。 厚映于配则之中。 遥让天下于许游, 曰, 曰月初以而绝火不息, 其余光也不亦难呼。 识与将以而游禁观, 其余则也不亦牢呼。 夫子立而天下至, 而我由诗之, 无字是缺然, 请至天下。 许游曰, 子至天下, 天下既已至也, 而我由代子, 无将未明呼。 明者, 识之兵也, 无将未兵呼。 焦辽朝于身灵, 不过一只。 燕树隐和, 不过满腹。 归修乎君, 与摩所用天下位。 袍人虽不致袍, 师柱不曰尊祖而代之以。 不受而逃去。 灭缺欲许游, 曰, 子江西之, 曰, 江桃遥, 曰, 西未邪, 曰, 夫遥知贤人之利天下也, 而不知其贼天下也。 夫为外乎贤者之之以。 由于世顿根于中月饮水之阳, 积山之下, 终身无惊天下色。 姚幼赵为九州掌, 由不欲闻之, 喜耳于饮水兵。 时其有朝父千独欲饮之, 见有喜耳, 问其故。 对曰, 姚幼赵我为九州掌, 恶闻其身, 事故喜耳, 朝父曰, 子若处高岸生谷, 人道不通, 谁能见子。 子顾浮游, 欲闻求其名誉, 乌无独口。 千独上流影之, 许游眉, 藏基山之巅, 一名许游山, 在阳城之南石渝里。 姚幼赵其目, 浩曰基山公神, 以佩十五岳, 世事奉寺, 至今不绝也。 善卷 善卷者, 古之贤人也。 姚文得道, 乃北面诗之。 即姚寿终之后, 顺又以天下让卷。 卷曰, 习唐士之有天下, 不教而名从之, 不赏而名劝之, 天下均平, 百姓安静, 不知愿, 不知喜。 经子圣为衣裳之福以炫明目, 凡吊武音之身以乱明耳, 披作黄韶之乐以于明星, 天下之乱, 从此时已。 无虽未知, 其何亦乎。 雨立于宇宙之中, 东一皮毛, 下一指格, 春根种行足以劳动, 秋收敛身足以修时, 约初而坐, 约入而习, 逍遥于天地之间, 而心意自得。 无何以天下为灾。 悲夫, 子之不知于也。 遂不受, 去, 入深山, 莫知其处。 子周之父, 子周之父者, 遥食人也。 遥以天下让许游。 许游不受, 又让于子周之父。 子周之父曰, 以我为天子游之可也。 虽然, 我是有悠悠之病, 方且治之, 为辖治天下也。 顺又让之, 亦对之曰, 于是有悠悠之病, 方且治之, 为辖治天下也。 攘妇。 攘妇者, 遥食人也。 帝遥之事, 天下太和, 百姓无事。 攘妇年八十余, 而己攘于道中。 观者曰, 大灾地之得也。 攘妇曰, 无曰出而坐, 曰入而习, 早井而饮, 耕田而食, 地何得于我哉。 食户之农。 食户之农, 不知何许人也, 与顺未有。 顺以天下让之食户之农, 食户之农曰, 卷卷乎后之为人保利之事也, 于是夫妇期待, 携子已入于海, 终生不返也。 仆仪子。 仆仪子者, 顺食贤人也。 年八岁而顺失之。 涅缺问于王尼, 四问而四不知。 涅缺音乐而大喜, 行已告仆仪子。 仆仪子曰, 而乃今知之乎。 有于是不及太是, 有于是其犹赃人以要人, 义的人以, 而未始出于非人。 太是其卧徐徐, 其绝于于, 亦以四位马, 亦以四位牛, 其知情信其得圣真, 而未始入于非人也。 后顺让天下于仆仪子, 仆仪子不受而去, 莫知所终。 披囚公。 披囚公者, 无人也。 严陵济子出游, 见到终有一经, 故披囚公曰, 取比经, 公头连田木, 扶手而言曰, 何子处之高而是人之悲。 五月批囚而复兴, 起取经者哉。 济子大经, 济谢而问姓名, 公曰, 无子皮相之事, 何足与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 楚人也。 储平王已废无忌之禅杀五奢, 奢子元王将恩吾, 至江上, 玉渡, 无洲。 而楚人够元圣吉, 自恐不脱, 见丈人的度。 应解所配见以与丈人, 曰, 此千金之见也, 愿献之, 丈人不受, 曰, 楚国之法, 的五须者, 觉直归, 经千亿。 无上不取, 何用见味? 不受而别, 莫知其谁。 原至无畏乡, 求丈人不能的, 美食者记之, 曰, 明可得闻而不可得见, 其为江上丈人乎。 小陈记。 小陈记者, 其人也。 抗力西谷, 还功凡三网而不得见。 功叹曰, 无闻不依之事不清绝路, 则无以助万臣之主, 万臣之主不好仁义, 则无以下不依之事, 于是无往, 乃得见焰。 还功以此能之事, 为五霸之常。 贤高。 贤高者, 正人也。 正目宫时, 高见柱为情境所逼, 乃隐不适, 为伤人。 即静文宫之反国也, 与秦木宫伐阵, 为其兜。 正人私与秦蒙, 而静师退。 秦幼时代府四渝等三人戍阵。 居三年, 静文宫簇, 相公出力。 秦木宫方强, 使白礼西, 其白已率师席阵。 过周返华, 正人不知。 时高将是于周, 欲知, 为其有简他曰, 施行数千里, 又数经诸侯之地, 其是必习正。 凡习国者, 以无辈也。 是以知其情也, 必不敢敬矣。 于是乃教正伯之命, 以十二牛靠秦师, 且使人告正未辈。 似于王奔齐, 孟明等反智都, 尽人要及, 大破秦师。 正于是赖高而存。 正目宫以存国之赏赏高, 而高词曰, 诈而得赏, 则正国之正废矣。 为国而无信, 是拜俗也。 赏义人而拜国俗, 智者不畏也。 遂以其属喜东宜, 终身不凡。 伤荣。 伤荣, 不知何许人也。 有吉, 老子曰, 先生无一教以告弟子乎, 荣曰, 将与子。 过故乡而下车, 知知乎。 老子曰, 非为不忘故耶, 荣曰, 过桥木而屈, 知知乎, 老子曰, 非为其敬老耶, 荣张口曰, 无蛇存乎, 曰, 存, 曰, 无耻存乎, 曰, 王。 知知乎, 老子曰, 非为其刚亡而若存乎, 荣曰, 兮, 天下孤敬矣。 老子里尔, 老子里尔, 自博扬, 成人也。 生于英时, 为周住下始, 好养精气, 贵阶而不失。 转为守藏使, 基八十余年, 史记, 云二百余年。 时称为尹君子, 是约丹。 众尼至周, 见老子, 知其圣人, 乃诗之。 后周得衰, 乃成青牛车去, 入大秦。 过西关, 关令引己忘弃先之烟, 乃物色遮后之。 以而老子果志, 乃强使著书, 作, 道德经, 五千余言, 为道家之宗。 以其年老, 故号其书为老子。 根桑楚。 根桑楚者, 楚人也, 老丹弟子, 偏得老丹之道, 北居北之山。 其居三年, 为磊大壤。 为磊之名相语言曰, 根桑子之时来, 无洒然亦之。 今无曰记之而不足, 遂记之而有余, 树姬其圣人乎。 子胡不相与诗而住之, 舍而记之乎。 根桑子闻之, 南面而不适。 然弟子亦之, 根桑子曰, 弟子何亦于语。 夫春其而摆。 草生, 震得秋而万宝尘。 夫春雨秋, 岂无德而燃灾。 天道以行矣, 无闻至人失居还堵之事, 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网。 今已为磊之系名, 而妾焉玉祖斗语于贤人之间, 我及少之邪。 无事已不事于老丹之言。 老来子。 老来子者, 楚人也。 当时事乱, 桃氏, 根于蒙山之阳。 官家为阳, 彭薅为氏, 知木为床, 知爱为习, 饮水时书, 墾山播种。 人或言于楚王, 王于世嫁至来子之门。 来子方之本, 王曰, 守国之镇, 孤怨凡先生, 老来子曰, 诺, 王去, 其妻侨孩, 曰, 子许之乎, 老来曰, 然, 七曰, 妾知, 可食酒肉者, 可随而边垂, 可拟以关路者, 可随而铁月。 妾不能为人所致者, 妻偷其本而去。 老来子亦随其妻, 至于江南而止。 曰, 鸟兽之毛, 可鸡而依, 其一粒足食也, 众尼常闻其论, 而促然改荣焉。 著书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 人莫知其所中也。 灵类, 灵类者, 为人也, 年且百岁。 抵春披囚, 十一岁于顾其, 并歌并敬。 孔子侍卫, 望之于也, 故为弟子曰, 比授可语言者, 是网训之, 子供倾行, 逆之垄端, 念之而叹曰, 先生曾不悔乎, 而行歌十岁, 灵类行不留, 歌不错。 子供寇之不已, 乃养而应曰, 无何悔邪, 子供曰, 先生少不情行, 长不尽时, 老吴妻子, 死其将至, 亦有何乐, 而十岁行歌乎, 灵类孝曰, 无之所以为乐, 人皆有之, 而反以为忧。 少不情行, 长不尽时, 故能受若此。 老吴妻子, 死其将至, 故能乐若此。 子供曰, 受者, 人之情, 思者, 人之恶。 子依死为乐, 何也。 灵类曰, 死之与生, 亦网亦返。 故死于是者, 安之不生于彼。 故无之其不相若矣。 无又安之盈盈而求生非或乎。 亦又安之无今之死不悦习之生乎。 子供闻之, 不遇其矣。 还, 以告夫子。 夫子曰, 无知其可语言, 果然。 容其其。 容其其者, 不知何许人也。 路求带索, 古情而歌。 孔子犹于泰山, 见而问之曰, 先生何乐也, 对曰, 无乐甚多。 天生万物, 为人未贵, 无得为人已, 是一乐也。 男女之别, 男尊女卑, 故以男为贵, 无忌得为男以, 是二乐也。 人生有不见约约, 不勉强保着, 无忌已行年九十亿, 是三乐也。 平者, 是知常也, 死者, 明知中也。 居常已呆中, 何不乐也。 何愧。 何愧者, 为人也。 避乱不适, 自逆姓名。 孔子极庆于为, 乃何愧而过孔氏之门, 曰, 有心灾极庆乎, 继而曰, 坑坑乎莫己之也, 私己而以。 身则利, 浅则皆。 孔子闻之, 曰, 果哉, 为之难以。 常举竭逆。 常举竭逆者, 不知何许人也。 偶尔根。 孔子过之, 使子鹿问惊焉。 常举曰, 夫职于者为谁, 子鹿曰, 是孔秋, 曰, 是鲁孔秋于, 曰, 是也。 是知今已, 问于解拟。 曰, 子为谁, 曰, 为众游, 曰, 是鲁孔秋之徒语, 对曰, 然, 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与亦之。 且而与其从必仁之事, 其若从必是知土栽。 忧而不错。 子鹿已告孔子, 孔子五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而谁与。 天下有道, 丘不予亦也。 石门守。 石门守者, 鲁人也。 亦必是不是, 自引姓名, 为鲁守石门, 主臣也开闭。 子鹿从孔子, 石门而塑。 问子鹿曰, 西字, 子鹿曰, 自孔氏, 碎姬孔子曰, 是知其不可畏而畏之者语, 石人贤焉。 何小丈人? 何小丈人, 不知何许人也。 子鹿从而后, 问曰, 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 四体不情, 五骨不分, 孰畏夫子, 直其丈而云。 子鹿拱而立指, 子鹿素, 且享焉, 而见其二子。 明曰, 子鹿行以告。 夫子曰, 引者也, 使子鹿反见之, 智则行以。 鹿通。 鹿通, 自皆于, 楚人也。 好仰性, 公根以为实。 楚昭王时, 通见楚政无常, 乃阳狂不适, 故时人为之楚狂。 孔子是楚, 楚狂皆于, 游其门。 曰, 凤夕凤夕, 何如得之衰也。 来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 圣人沉焉。 天下无道, 圣人生焉。 方经之时, 井免行焉。 福清呼吁, 莫知之载。 或众乎得, 莫知之弊。 以乎以乎, 灵人以得。 代乎代乎, 化得而驱。 迷阳迷阳, 无伤无形。 雀驱雀驱, 无伤无足。 山目自扣也, 高火自尖也。 贵可时故乏之, 其可用故歌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不知无用之用也。 孔子下车, 欲语之言。 驱而避之, 不得语之言。 楚王文路通贤, 遣使者持经百亿, 车马二四, 王聘通, 曰, 王请先生至江南, 通孝而不应。 使者去, 欺从事来, 曰, 先生少而未亿, 其老为之灾。 门外车击何深也。 妾文义是非礼不动。 妾是先声, 公根以自食, 轻之以为依, 食宝依暖, 其乐自足以, 不如去之。 于是夫妇辅赠, 期待任气, 便名义姓, 游诸明山, 石贵如石, 浮黄金子, 隐属峨眉山, 寿数百年。 俗传以为仙云。 陈参。 陈参, 自子于, 难无成人也。 不适而游, 居于味。 运袍无表, 颜色种怪, 手足便知。 三曰不举火, 十年不制一, 正观而应觉, 捉金而走见, 纳聚而种觉, 夜纵而歌。 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有。 鲁哀公贤之, 致亦焉。 参词不受, 曰, 无闻受人者常为人, 与人者常交人。 纵君不我交, 我岂无畏乎。 忠不受, 厚促于鲁。 孝哉子于, 领道四兵。 浩浩之气, 常交大人。 未兜不乐, 好绝难应。 单居密论, 传耀千春。 颜回。 颜回, 自子冤, 鲁人也, 孔子弟子。 平而乐道, 退居漏相, 屈宫而寝。 孔子曰, 回, 来家平居碑, 胡不是乎, 回对曰, 不愿是。 回有锅外之田五十亩, 足以给沾舟, 锅内之朴石亩, 足以为司麻。 古工商之音, 足以自愚, 习所闻于夫子, 足以自乐。 回何事焰? 孔子悄然辩容, 曰, 善哉, 回之一夜。 原献。 原献, 自子司, 送人也, 孔子弟子。 居鲁还赌之事, 此以生草, 彭户不完, 桑以为书, 而问有二事。 贺以为塞, 上漏下诗, 筐作而谈情。 子共相慰, 劫四连齐, 牌离或, 入穷驴, 向不容轩, 来见原献。 原献为观纵旅, 仗离而应门。 子共曰, 惜, 先生何并也, 献应之曰, 献闻之, 无才为之平, 学道而不能行为之病。 若献, 平也, 非并也。 夫妻事而行, 彼周而有, 学以为人。 教以为似, 仁义之特, 于马之事, 献不忍畏也。 子共勋循而有蚕色, 终生此其言之过也。 卷中, 汉应丈人。 汉应丈人者, 处人也。 子共是处, 过汉应, 见丈人未幼, 入井报问而冠, 用力甚多而见公寡。 子共曰, 有姬于此, 厚重前倾, 窃水若抽, 其名为高, 用力寡而见公多, 丈人作色而孝曰, 闻之无师, 有姬谢者必有姬事, 有姬事者必有姬心。 姬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悖, 纯白不悖则神身不定, 神身不定者, 道之所不载也。 无非不知, 修而不畏也。 子共恶然, 残, 辅而不对。 有姬, 丈人曰, 子惜为者邪, 曰, 恐秋之徒也。 丈人曰, 子非夫博学以你甚至, 独贤歌以卖名声于天下乎。 乳方将望乳神器, 舵乳行孩, 而何辖至天下乎。 自往矣, 勿访无事。 子共悲周诗色, 虚虚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后悦。 胡秋子灵。 胡秋子灵者, 正人也。 道德甚幽, 列玉寇诗诗之。 出, 玉寇好游, 胡秋子曰, 玉寇好游, 由何所好, 列子曰, 游之乐所玩无故。 人之游也, 观其所见, 我之游也, 观其所变。 胡秋子曰, 玉寇之游, 故与人同, 而曰故与人亦。 凡所见亦横见其变, 晚彼物之无物, 不知我亦无故。 物外游不知物内观, 外游者求备于物, 内观者取足于身。 取足于身, 游之至也。 求备于物, 游之不知也。 于是列子自以为不知由, 将终生不出, 居正朴四十年, 人无使者。 老伤事。 老伤事者, 不知何许人也。 列玉寇诗焉, 兼有薄高子而尽于其道。 尹申闻之, 从列子居, 数月不审舍, 应兼请其其数者, 时反而时不告。 尹申对而请辞, 列子又不命。 尹申退数月, 亦不似, 又往从之。 列子曰, 如赫去来之平, 尹申曰, 朗章带有请于子, 子不我告, 故有汉于子。 今复托然, 事已又来。 列子曰, 朗无以如未达, 今如知彼至此乎。 即将告如所学于夫子者已。 自无知学也, 三年之后,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厉害, 使得老伤一年而死。 五年之后, 心根念是非, 口根言厉害, 老伤十一解言而笑。 七年之后, 从心之所念根无是非, 从口之所言根无厉害, 老伤十一引无并袭而作。 今如居先生之门, 曾未恰时, 屡须尘封, 岂可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